因为想念母亲 曹西平一早亲手炒了番茄炒蛋 她还问母亲 味道还可以吗 本社自曹西平脸书 记者临南部台北报道 母亲也即将到来 此生便是前辈曹西平的母亲 早已离开人世 她其实不喜欢过这个节日 母亲节对她来说 是个非常难过的日子 请不要跟我说母亲节快乐 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前夕 曹西平很想告诉大家 她非常不喜欢听到这句话 当年妈妈现在猝死 几秒钟就走了 我们母子都来不及说再见 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是曹西平一生的遗憾 妈妈早已离开人世 曹西平其实不喜欢过母亲节 本社自曹西平脸书 曹妈妈离开当下 曹西平正在电视台录影 当时是我人生最害怕的一次 我真的不敢相信 健健康康的母亲就这样子离开我了 为了纪念妈妈 在母亲节前夕的今天 曹西平真的很想念妈妈 一早特别偷进厨 光炒了一盘番茄炒蛋 因为小时候 曹妈妈就是炒这道菜 给曹西平吃 那是曹妈妈的味道 也是曹西平纪念天上的母亲 看住千手炒的番茄炒蛋 她很想问妈妈 味道还可以吗